哈喽,我是老雷 咱聊天德国的事儿 可能会比较慢 可能会比较复杂 有可能会比较无聊 但是我觉得值得聊 我这个话题是 德国有没有正在被纳粹化的可能 为什么要聊到这个 因为上上个周末有三个州 德国不是有几个州吗 那些州有选举 就是说那边的人他们可以去投票 他们可以去选一个自己的州议会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人 把票给了一个比较右派的一个党 一个姓党 叫RFD 德国另来选择 有一些人他们怀疑那个党 是不是不是一点点右 而是非常右 极右 就是甚至有点纳粹的感觉 这个话题挺大的哈 我可能也要分开讲 就是说我先说个点 然后我再停 我再拍另外一个视频 不然的话视频太长了 我也不好把握 你看这也无聊 我现在要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选举本身 如果说你已经了解的话呢 你不用看了 如果说你觉得 你还是看一个 魏基百科比较好或者啥 我支持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看这种 科普视频或者啥 但我觉得我还是要说嘛 我们这个德国的选举 体制挺复杂的 就是首先当然是 所有的或者是大部分民主体制 都要比专制要复杂一点 因为因素比较多 但是德国 我总觉得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 我不是很喜欢哪 民主性数化或者啥 但是如果非要那样说的话 德国人确实 挺喜欢把事情复杂化 如果说你跟我们德国人 合作过的话 你应该知道了吧 喜欢复杂 这个按理说 可以说是个缺点 因为这样活得很累 我们那些选举 挺复杂 而且很多 各种级别的 有村庄级别的 地方等于中国宪政 包括村庄的也要去 也要去投票 城市级别的 州级别的 德国不是几个州吗 国家级别的 就是所谓的大选 德国议会 Bundestand 还有欧盟级别的 按理说 所有这些选举都一样重要的 就是都属于这个民主体制 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在我个人看来 我们大部分德国人会觉得 还是国家选举比较重要的 我为什么这么认为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我们德国媒体报道的最多的 就是国家选举 其他的选举也报道 但是国家选举报道的多的多 第二个原因是参选率 一般那种 比如说欧盟选举 相当重要的 但是很多人不去 就是他的参选率能达到一个50% 都不一定 都是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会放弃 自己作为公民的权利 不去投票 觉得 那天我有更重要的事 要做那些事情离我很远 我不去 但是呢 国家选举 就是所谓的大选 一般我们的参选率 也能达到一个70%左右 甚至有的时候 更高 达到过90% 就是说能看出 大部分德国人会觉得 那个很重要的 我们在选举的过程中 我们不会 一般不会直接选领导 就不是说好像一个 Maker 一些另外一些人站在那 我们说 Maker 你是总理 我把票给你了 你当总理 不是这样 我们一般那些选举 都是关于议会 就是我们会把票 给一些政治人物和一些政党 让他们进入议会 一个议会 你可以把它想象 一个 一个人大代表之类的地方 就是一个大厅 然后里面有很多座位 那些座位是有限的 有一个总数 我们就说几百个吧 那几百个座位 等于100% 投票的时候 我们把票给一些政治人物 和一些党 让那些政治人物和那些党 进入那些议会 投票完了之后 我们看到底 那些座位是怎么分的 就是有没有一个党 拿到了这些座位的 总数的50%多 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一个党 它可以自己作为一个党 组织一个政府 它可以说 这个议会 我说得算 因为反正任何决定 我都可以自己 拿所有我的票 51%就够了 然后可以投一个赞票 或者是一个反对票 所以说这个议会 我是老大 我这个党 我组织一个政府 但是一般来说 不会那样 因为德国 无论是国家议会 还是州议会 都会有几个党进入 会有三个党 四个党 五个党 六个党 那怎么办呢 就是可能 投票率最高的党 拿到一个 百分之三十四十 但是我们还需要 一个政府 对吧 那个党怎么办呢 跟其他的党 合作 就是比如说 我们就说实在的 上一次 那个 13年的国家大选 上一次不是 三年前吗 国家大选 那个时候 美格的党 CDU 是一个右派的 一个大党 叫德国基督教 民主联盟 他拿到了很多票 近百分之五十 但是没有达到百分之五十 达到百分之四十多 他自己不行 因为他达不到百分之五十一 对吧 那他只能找一个伙伴 他看左边的那些 极左的那些派 不要了 那些党派不要了 还有绿党 有一些问题 说不到一块 也不要了 右派 基本上没有什么党了 自由派的FDP 没有进入议会 他只能跟自己的 最大的竞争对手 SPD一起合作 SPD是 在 左边的 一个大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 一般都是 这个CDU的 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一次 就是上一次 2013的时候 CDU拿到百分之四十多 所以说 SPD如果没有寄托的话 拿到百分之二十多 他俩一起 百分之六十七十 一起就够了 一起可以组织一个政府 一起可以说 我们一起的票 我们可以全投赞票 或者反对票 反正我们说的算 其他那些党 只能在那默默的反对 只能这样 所以说 CDU 麦克的党 作为大党 作为老大 他就说 总理一定 与我们里面的一个人 他认 那就是说 麦克 因为麦克是 CDU党的领导 他当总理 但是副总理 我可以让给 SPD 我可以让给你 对吧 客气一点 或者是 外交部的头 各种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地位 我可以让给你了 那样的话 他们就谈判了 商量 说一些政策 说一些基本的 能说到一块的一些政策 然后组织一个政府 这个大概是我们 我要说的 关于我们选举的一些 基本的介绍